除了共同面对天灾、地变、疫情等挑战 台湾与日本也是在民主道路上 攜手前行的好伙伴 就在上个月 岸田首相与美国拜登总统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先生 举办三方峰会 再次重申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我要代表全体台湾人民 再次向民主伙伴 深深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谢 台湾和日本有历史、历史、经济、政治等深厚连结 我一直认为 台湾与日本之间仿佛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 将我们紧紧绑在一起 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日本有势也会是台湾有势 今年一月 清德英美群很荣幸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 未来我将会在蔡总统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上 持续带领台湾人民 与日本等体恋相近国家扩大交流合作 也诚实希望台湾与日本能够继续互相关心 互相扶持 互相成长 成为彼此互相信赖的好伙伴 共同为印代地区的和平稳定 做出更多的贡献 杨阳 这次女生是个人的 这次女生是个人的 将客飞